巾帼不让须眉 空军座机队还有专机队 日前创下了两位队长 同时都是女性的记录 而这两位队长呢 他们三月将会一起晋升上校 他们是国军第一批的女性飞官 在当年还轰动一时 不过也因为身为女性 所以呢在怀孕生子的时候 就必须要暂时离开飞行岗位至少一年 但是这丝毫无损 他们对工作的热情 坐上驾驶座 启动电源 通军座机队队长陈凤贤 检查电子装备是否正常 无独有偶 专机中队新队长吴文英 在16号到任 两位队长职务 同时是女性负责 创下国军记录 回忆起成为飞官的原因 却非常先虚 一点都不骄傲 刚好因为眼睛的视力检查合格 然后通过空瓶体检 然后就是刚好因缘机会 因为他说我的视线 眼睛视力很好 体检也都超级 两位队长还有其他三位同学 都是国军训练的第一期女性飞官 吴文英是第一位通过弹飞测验 1993年他们毕业还轰动一时 前总统李登辉特别亲自接见 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女军官的代表 我不太在乎别人的想什么 而是我不希望在他们远远我是样板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能够让他们觉得说 我们其实是有用功 有努力 希望从此自己达到他们的要求与标准 虽然加倍努力 但身为女性走入家庭后 不得不暂时离开工作岗位 从怀孕开始三个月之内 我们就会向方提报说 我们怀孕 然后就会有一个暂时 抵停的一个现象 这些流程是军方当年 为了女飞官慢慢摸索建立出来 让学妹们有潜力可循 而服役超过20年 出勤过许多飞行任务 自然有不少难忘经验 前面撒了一条三遍 我们就两个互相 看我们有对方意一点 然后意思是说 那现在该怎么办弄 然后又说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只能就是一样 按照我们的操作程序 然后飞过去这样子 那天也很胜利 两位同班同学在同个营区服务 三月也将同时晋升上校 虽然任务性质稍有差异 但热爱飞行的心始终不变 约电TV陈佳文 游佳伟 志刚 台北报导